這種的事情 這個茶辣竟然能把整台的提款機 這樣直接拔在走 這是發生在台南人的驚聲銀行 這個茶辣既然有三個 他們特別知道工房 傳給師又傳到很多傳 有這個鈞鈞 有這個噴插 用這個鈞鈞把檢視器揹開 才是用噴插噴 不到七分鐘 就把百多公斤 自動的提款機扔在走 這個銀行是損失到四百萬 健康博白度是來信通話鬼 這間機就比半早起了 整後差不多七分鐘而已 應該是屬於簡易型的 所以因為它沒有固定在建築屋的固定屋上 所以導致比較容易被剪斷 然後就被切取這樣子 就是台南人的這間驚聲銀行 本來提款機這個所在 天文已經帶來又大個時鑑定服務 銀行人員都沒什麼說 目前見方初步打斷 應該有三個共犯 一個頭盤一個塞車接用 另外一個塞匯車再提款機 健康調原路也不是去發言說 這幾人是先到高雄共產局 一間銀行要下手時 結果去合到京林 接下來呢 塞車一直到台南人的 選定今天先銀行提款機下手 讓銀行輸出四百萬塊 現在健康正在全力追捕這個嫌犯 好來自一隊開始 還說 後來自一隊 在日本 empresarial